好 大家还记得吗 泰鲁阁号事故已经三周年了 不过台铁泰鲁阁号事故列车 去年发现遗骨之后 家属再次向台铁提出清查事故地大清水隧道 并且再寻获了37件疑似罹难者遗骨以及遗物 那么遗骨最大大约有10公分 那么经过检方比对确认之后 是11名罹难者所有 已经是逐一向家属联系协助领取 去年才在布岗机场保存的出轨车厢中 找到罹难者的遗骸 今年家属在2月27日3月20日的凌晨 与台铁以及花莲地权署一起进入清水隧道 在轨道下陆陆续续发现许多遗骸与遗物 疑似遗骨全数送法医研究所相验 有25件骨骼验出被害人的身份 检师比对与11名的罹难者身份相符 2月27日由台铁公司花莲公务团汇同家属 进入大清水隧道内进行排水沟的巡查 那经发现疑似被害人遗骨 共两件及部分的遗物 那随即由花莲县警察局 铁路警察局的花莲分局 报情本署相验 那本署由王怡仁检察官前往相验 并将疑似被害人遗骨送往法医研究所见识比对 已经确认为0402事件之 统一被害人遗骨 那后续本署为了全面清查大清水隧道内 是否还有疑似被害人遗骨跟遗物 乃在今年3月14日上午 由本署郭景东检察长 召集台铁公司铁路警察局 花莲分局及花莲县警察局各单位之人员 共同协商研讨后续隧道内之清理作业 并于3月20日凌晨 由王怡仁检察官与花莲县警察局 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及台铁公司 及部分的家属共同进入大清水隧道内 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检视经清理 那于该日凌晨完成清理作业之后 现场发现疑似被害人遗骨 共35件遗留物合计14件 那本署检察官为了求慎重 就将疑似被害人遗骨全处送往法医研究所见识比对 经见识比对之结果 共计有25件骨骸检出被害人之身份 那经比对后 共与11名被害人之罹难者身份相符 泰鲁格事故罹难者家属表示 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故 竟是以如此草率的态度处理后续 令他们相当错愕与悲痛 希望台铁改善的幅度与进程能够加速 让每一位台湾人能够真正拥有平安回家的路 记者刘明镇花莲采访报道